究竟你蠢不蠢? 你不蠢? 我現在蠢不蠢? 他很蠢 他只用了腦的百分之十 你蠢不蠢? 我視乎你有沒有用的方法 去善用你的腦袋 你有沒有智慧? 智慧不是來自學歷 是來自你對知識的不斷追求 最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就是出於什麼呢? 出於你一份讀書的心志 和那份簡單的責任感 你喜歡讀書 有熱愛和專注 就是你的智慧的開端 你聰明不聰明? 視乎你的記憶聰明不聰明 一般你聽過就算數 很短時間就會不記得 今天上課 聽完你不溫習 最多保持到一個就行 但如果去到深層記憶來講 就可以終身跟著你 就是現在我們怎樣 將一些淺層記憶 變成深層記憶 考試的時候都會記得 主要的原因是兩個 第一 不斷重複 你聽完書之後再重溫 再重溫 你聽得多 自然會 聽人唱歌而已 喜歡那個歌聲 不斷重複唱 你就會唱到 第二 主動的意識 也就是說你喜歡那個歌聲 有熱情去溫習 加上這個重複溫習的話 就可以將淺層記憶 變成深層記憶 令讀書更加之厲害 再詳細講 什麼叫做深層記憶 來自兩種狀態 記憶來自一些主動的 有慾望的記憶 還要保存得很久 喜歡那個歌聲 好想聽他的歌 自然就記住了 第二種的知識來自什麼呢 就是那個知識在外界資訊 在大腦產生刺激 還有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一套戲 最經典的場面 跳到水那一刻 人都記得了 就變成深層的記憶 什麼時候 我要將這些東西 如何將這個淺層記憶 變成深層記憶 都是靠重複重複 再重複 加上你的熱情很溫習 就會記住很多東西